把这个插头插上去 然后这边下面这个开关打开 顺时针是条块 顺时针是条块 这一个是主机包装机的线 这个是收收机的线 这个上面的线号有三根火线 L1 L2 L3 然后一根零线 N还一根D线PE 两个一起接在这个开关上的L1 L2 L3 三根火线 然后一根零线 还有一根接地线 首先要分好这个磨的开口方向 开口朝 从出料的方向 就是产品出来的方向 然后 把这个挡的锁上去 锁上之后 从下面 从膜的下面把头找出来 然后从最里面拉上来 拉上来之后 到这一根上来 然后从这个黑色的绕进去 再绕回来 然后在这里 这根杆把膜分开 分开之后 从上面绕过来 绕过来之后 再从两根蓝色的中间 翻过去 然后再从里面这一根绕出来 从上面 拉过来 绕进去 再拉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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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面 从上面 绕过来之后 从下面 这一根 拉出来 绕过来之后 拉出来 拉出来之后 再从这两根的中间 拉进去 再拉出来 再拉出来 然后把这个 调到最高 锁紧 把这个膜 拉出来 两米 然后 然后 上面这一层 从 酸胶板上面 穿过来 然后 下面 下面这一层 左边 先拉过来 这个 拉过来 折过来 这个脚 从 这个 从这里 搬进去 再 briefly 要 找到 找到 找到这条膜的这个边 然后 往里面拉 拉过来 然后再把 上面这个 也拉过去 然后 然后上层膜也拉过来 把整个整体全部拉过来 然后找到上层膜的边和下层膜的边 下层膜的边从下面拉过来 然后上层膜从上面这一根小膜杆穿过来 然后把它整理好 把这个板手打起来 打起来之后两层膜一起夹进来 打进来之后把它放下去 首先要根据产品的宽度和高度来选择打孔器的数量 一般是四个 放下来之后把把手锁紧 然后把放膜把手立起来朝上 把膜穿好之后来看这个温度 下面的是设定的温度 等它达到设定的温度之后 可以把抱紧复位 然后放下来之后 然后放银子去打 调节三脚板的高度 一般比产品 三脚板比产品高一厘米 然后放下来之后 然后放下 降板 然后放下档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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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体空间 可以活动的空间 从报警页面扣位之后 找到手动操作 首先第一个 是进料 就是前输送 然后是后输送 第三个是封切 找一根10毫比的气管 然后搭进调阳阀 气压达到80公斤 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第三个是封切 第四个是前后输送 红布 第五个是周飞摩的 第五个是周飞摩的 周飞摩的开关 第六个是封刀的开关 关掉之后是不能封切的 正常是要打开的 第一个是封刀上升 现在已经是封刀最高了 下降 您是在封刀前输送 就是封刀出 也不 proposed 把产品放在弓刀的下面 然后调节高度 现在要上升 上升然后打出来 要封切 封切之后会固定高度 现在刀已经比产品高了两点 一般情况下 然后把产品达到出料的地方 边峰的中间线 要在产品的一半 根据产品的高度和宽度来调节 前身后到边峰的距离 产品到边峰的距离 越大的产品离边峰就要越远 越小的就要越近 但是不能超过边峰 然后把吹气的气嘴对嘴冲到下面的脚 然后打开调节 然后点后度动 拉膜 这个时候这里是有气的 然后把收磨的开关关掉 要把收磨的开关关掉 后输送拉膜 把费膜 把费膜 拉到一定长度的温度 这里下来 然后这边进去 从下面的轮子 拉到右边 再绕回来 把手松掉 拿出来 扣进去 然后打开收磨 封切 第三个页面是参数设置页面 有铲链链子 有铲铲铲链铁链链链 铲链链 鱼量是产品包装之后前面空带的鱼量 后鱼量是产品后面的空带的鱼量 空间时间是空刀压盒一起的时间 检测方式一般是用水平光电 然后也可以切换随时光电 随时光电适用于比较薄的产品 外面的和里面的这一组是水平光电 适用于比较高的产品 上面和下面 这一组是随时光电适用于比较薄的产品 外面 从手动页面到自动页面 上面的绿色的是启动 启动之后一停止是灯亮 下面的是停止 开起来 然后把 开起来 然后把 前面 前面前 前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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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一节空袋子就是前鱼量 后面 这空袋子就是后一辆 等温度等收缩炉的温度达到设定的数值之后才可以工作 下面的是设定的温度 第一个调速器是风力调节 第二个调速器是速度调节 第二个调速器是速度调节 会影响收缩效果 速度会影响收缩效果 如果风力太小的话 会影响收缩效果 比较快速的 比较快速的 几分4个调节 比较快速的 几分4个调节 几分5个调节 比较快速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